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市長 還有大家好 我是陳祝松 在中央研究院服務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大概的研究 我算是比較早就開始深入研究 大概是2014年 可能比很多人正好就早一年 因為2015年就有這個DeepMind 所以我2015年就有一些DeepLearning的work發表 像在CVPR Workshop 這篇paper後來有到Transaction on Parmi 這時候是做DeepHash 就是學習Binary Feature來做比較快速的檢索 所以其實如果要說有沒有一些paper 大概100次以上其實在DeepLearning這邊也是有 像這篇paper就是 那後來我做了一些unsupervised的DeepHash 就是不需要label的 那時候都是為了快速的retrie 這樣子 所以在CPR16後來也是最近有被Pami接受 那麽還有一些是做一些learning的方法 就是說希望它你分成這個minibatch 但是不同的minibatch可以有一些通訊這樣子 那麽可以讀更好的feature representation等等 那也有做過一些VGN Language 這是在去年的ICCV 也是跟自然語言處理的結合 那麽做了一些這些方法以後呢 也後來比較多元一點 那麽最近呢其實是做這個 比較希望我們這個短點這邊做 就是Inference Stage這邊 所以是這個Merge Wheel-Chain Deep Models for Inference Stage 就是我今天要報告的 那麽其實也有在CVPR的workshop今年有講一下 其實這個session的主持人正好就是那個 剛剛林教授有提到那個Curt Cruiser他們去CVPR辦的workshop 就是叫Efficient Deep Learning In Complete VG 那也會在一句開發表 那我們知道Deep Network其實獲得很大成功嘛 但是其實呢 很多已經訓練好的這個模型 它通常都每一個都負擔一個特別的任務 就每一個模型可能拿到資料訓練好以後 就為了某一個特別的任務 那麽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Device 其實你是希望把多個任務都在上面執行 那就會碰到一些問題嘛 那麽而且這些模型搞不好也是已經事先訓練好了 就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仰賴事先訓練好的模型 假如說你今天要把它放到一個這個 比較一個一個端點的裝置去執行的時候 搞不好你可以執行其中的一個模型 但是你要同時執行多個模型 那可能就會碰到問題 所以呢 我們發展技術就是希望把現在已經有 訓練好的Device model的模型 把它整合成一個單一的模型 那這單一模型當然可以來處理原來的這個多個任務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光是在電腦視覺的領域呢 其實就有這樣的需求 就比如說你現在做Object Classification 然後Face Paint Gesture Syntax Clothing Recognition 可能你都有一些訓練好的模型 那麽這些訓練好的模型 可能你就需要把它Integrate 在一個Intelligent System裡面 那麽或者說其實你這個來源的訊號 甚至是不一樣的訊號 比如說是影像跟聲音 那麽影像有一個影像的Deep Learning模型 那聲音可能也有一個聲音的Deep Learning模型 在處理 那麽可能你也希望說不要都是分開 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這樣子 那而且現在很多其實呢 常常我都跟這個新人來講說 你們一進來就立於不敗之地 因為你們一進來以後呢 馬上就拿到一個新的 人家開源好的這個模型 就勝過過去我們20年做的模型這樣 然後你一進來就贏過所有的人這樣 然後再來 但是你再來就開始被超越 因為你從這個起點開始 別人也是從這個起點開始這樣 所以現在很多Open Source 然後你是不是可以把Open Source上面 比較好的模型 就把它都結合成一個更powerful的模型 這樣子 那麽 所以呢 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已經訓練好的模型 那我們怎麽在 你知道Inference的階段要應用的時候 是怎麽可以把它Merge在一起 Toward Strong的AI 那這個是這個Work比較在探討的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有兩個Network Network and Network B 分別針對Task A、Task B已經訓練好了 那你怎麽把它Merge成一個 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這個Work要探討的 那當然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你把所有資料集都拿來一起重吹嘛 你把Task A的資料集 跟Task B的資料集 拿來連集在一起 然後自己重新設計一個模型 那這樣就是標準的Learn them all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覺得 大概只有大公司有辦法做啦 它可以拿到 所有這條集拿來連集 然後它訓練一個Super Model這樣子 那但是你要 這個方法它主要是說 你要重新設計你的模型 然後可能要take個比較長的training time 而且它比較沒有彈性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已經有兩個工作 比如說已經可以這樣做 但是假設今天你要加上第三個工作 那你是不是又要重來一遍這樣 這很麻煩 那另外的辦法是說 在原來訓練好的模型 在中間加上一些橋階層 就是限制連接層 等於把原來的兩個模型 變得更複雜一些 然後 那它就可以仰賴原來訓練好的這個位置 來在中間多加一些限制層 然後來的連接然後來應用 但是這樣的做法的話 其實你是把模型變複雜 如果你原來這兩個模型 其實你都覺得已經不錯了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 沒有辦法就是你把兩個模型 各執行一邊就好 那 在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是要想辦法做得更好 才有 花費這代價才值得 所以 這樣的話其實你就比較 如果是這樣做 你會變複雜 你就不容易在這個 比較Mobile device 或是短點裝置上面去實現 這樣子 因為它就變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這個做法的話 其實比較是說 就是說我們希望同時兼顧壓縮 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是發掘這個模型之間的所謂的 co-redundancy 然後呢 希望remove這個co-redundancy 那我們這位置就會去 要merge這些model時候 會去參考同樣一個 我們訂出來叫做co-book 可以co-use這樣子 而且這個co-book可以繼續訓練 就是說你還是可以拿training data 然後來繼續調整這個co-book 就是merge完以後 你還是可以做fine tuning 那所以大概呢 就是說是 為了這個端點 比較 這個inference stage 就是說 所以我們的方法其實是 比較co-compress這個models for weight sharing 那麼 現在其實有很多這個model 壓縮的方法出現 但是大概都是做壓縮單一 的模型 那如果說是 同時來壓縮多個模型 然後結合成一個 那我們這應該就是第一個方法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那 做這些方法要有一個起點嘛 那我們當然就從最簡單的CNN分類網路 那 如果是CNN的影像產生影像的網路 現在也都還沒有開始做 就是做分類網路 CNN的分類網路開始 那我們做的叫做neural merger 那它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CNN分類網路已經大概就是說 大概就是若干 convolucion layer 跟若干個for connection layer 這樣結合 然後最後就產生分類的結果 那麼如果兩個model 要merge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是convolucion layer 一定會對好convolucion layer 就某個 某兩個convolucion layer 會對在一起 那某些for connection layer 會對在一起 那它不能說是convolucion layer 去對for connection 這樣是不行 然後這兩個如果對在一起 形成一個pair 然後就可以把它merge成一個 叫做econv layer 所以這是最後merge完的model 那所以 最後merge完的這個model 它其實如果原來有ca 個cb個convolucion layer 那merge完以後 它其實有maxcacb 跟maxfafb這麼多個 convolucion跟for connection layer 那這邊就是 會merge完的這個單一的模型 那麼我們都知道convolucion layer 這些有一些標準的操作 那麼這些其實我可能就先跳過 那我想說最主要的issue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 大概就是益中求同 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想法其實只是 你其實要merge這些convolucion layer 比如兩個convolucion layer 要merge的時候 其實它碰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 它的spatial size也不一樣 比如說你有時候是3x3的kernel 有時候是5x5 有時候是11x11這樣子 這些kernel size不一樣 Kernel size在spatial也是不一樣 然後它的depth也不一樣 比如說你是3x3x128 有的時候它是5x5x1264 這些也都不一樣 那怎麼樣要把它做一個說 所以這些dimension mismatch 然後那你把 但是我們的方法其實是想找 比較少數的coword 就是其實做clustering 就是說你把這些coefficient 已經訓練好的 然後如果做一個少數的coword 然後把它一起來表示 希望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那 而且這些找出來的coword 還可以繼續的被training 還可以繼續的做片尾分 這樣 那 所以說第一個要解決的 其實就是dimension mismatch 那這邊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辦法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統一變成1x1 就比如說你其實今天 如果是一個size5x5的 那麼 其實呢 我們最後都會 就是把這個 它的kernel 就是convolution kernel裡面 統一的都是把它分割成1x1xR R是我們選定的一個參數 比如說1x1x8 這樣的segment 那麼 這樣的話它在special裡 其實都是1x1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5x5的kernel 你都一定可以拆成1x1的 那麼就拆成25個1x1 3x3的就拆成9個1x1 那拆成這種1x1的表示 其實在底層的計算 還有一些其他好處 不一定是merge 比如說你對於像 現在越用越多的像dileti的kernelogen 像dileti的kernelogen 它中間會跳50 那麼 如果你是拆成1x1的 其實你的 音頻們的dileti的kernelogen 就是它現在在segmentation這邊用的比較多 那可能也就會比較有效率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統一的觀點 大家其實都是呢 在1x1 然後而且dapt這邊呢 就統一取個R 然後如果說是 你就看看總共是分成原來 大概dapt的channel數目是D 那麼就是分成了這麼多段這樣子 那你說通通都變成1x1的時候呢 那怎麼還原原來的運算呢 其實呢 就是你可以做 都是做1x1的kernelogen以後呢 再經過一些shift 再經過這些加種 就可以了 那所以說這邊會有一個shift的運算 其實今年在CVPR 2018 就Google又講了什麼shift net 它裡面其實就是特別 它就是說把shift 其實就是這個 好像就是Kurt他們那個教授的團隊 他們其實 就是說他們也有做一些這樣shift的拆解 做一個比較general的architecture 這樣 那麼 OK好 所以說拆成這樣的話 那就說 所以你其實都可以用1x1這個觀點 一起來看 好 那麼如果是這樣以後 大家都是分成這麼多 那你總共其實有這麼多段 就是Model A跟Model B 比如說Model A的kernel有PA一個 只是它的specialty大小是NA乘到MA Model B是PB乘到NB乘到MB這樣子 那麼我們就找一個少量的coword 就是說來做這個就是 這個跨模型的統一的編碼 那麼這個C呢 就比這個CAB這個要小 這樣子 那這個 這邊其實就是用K-means 那麼所以它相當於是把空間做了這樣的分段 那麼 然後呢每一段都去做這個Vector Chronization 所以整體看起來它相當於是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Product Chronization Product Chronization原理就是你把一個高微的空間 分成一個一個子空間 然後每個子空間去做Vector Chronization 所以它原理其實就類似像這樣 然後那如果做完這邊以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細節 就是說我們會真的在Inference的時候 其實會去找這個最近的這個coword 那麼就是說你這個一程進來以後 可能會先 本來是你要先跟所有的Confluct Chronization 做這個運算 這運算就是一堆內積嘛 那麼現在就改成跟這些coword 那這些coword的話 數目比較少 所以你這邊就節省了一些運算的時間 然後這些coword是統一表示Model A跟Model B Model A跟Model B都會來參考這個coword 然後這邊當然會多了一個參考表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就像一個參考表這樣 然後那麼它會這邊去Assign的時候 它會先去Assign它最近的這個coword 然後這邊 那麼真的在運算的時候其實它會 算完以後再來根據這個tablelook 那這裡面還有一堆細節 比如說這裡面Memory搬運是怎麼樣 這邊Memory搬運其實是可以 應該比較好的做法是拆解程式 一整個spatially做完以後 整個一起搬運 但是目前我們參考的那個code 就是QCNN這個code 它還沒有這樣做 所以也許它這個要好好的 音頻們這些地方的時候 可以再更加速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原理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今天是兩個三乘三的 抗乳酪氯克龍跟一個二乘二的 然後呢就在spatially分段 分完段以後這邊就 都統一了做好了一個kmease的codebook 然後再來 進來運算的時候是先查這些codebook 然後最後再partial sum這樣加起來 這樣子 如果最後一段沒有辦法分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補零了這樣子 那麼它的複雜度這些我想就先跳過一下 這個有點太複雜 那麼再來是說呢 剛剛其實是你只是做了contradation 那你說contradation以後這個 accuracy當然會受到影響會下降 會下降 而且做這樣的contradation 它叫Iro會下降蠻多了 那麼但是呢 我們其實這個codebook 還是在重新訓練 就是因為可以說去推導說 它的編尾分還是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統一寄的那些code words 就是還是可以做end-to-end的publication 所以可以fine-tune 所以你merge完以後呢 他們統一參考了一個codebook 然後那個codebook可以繼續去fine-tune 這樣子 用training data 這樣子 那麼full connection layer其實也類似 那它其實就不管什麼一乘一 因為full connection layer 是在所有方向都是submission-based的 那convruching layer 是在spatial方向是sliding-based的 所以那一定要一乘一 這樣 full connection其實隨便怎麼拆都可以 那反正也都是類似的 拆完以後它是可以differentiable這樣子 那麼再來呢就是說是 我們把就是說做這個bip propagation 再去重圈這個叫做calibration training 那麼calibration training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參考原來兩個model 會一起拿來用 就是在做這個calibration training的時候 除了原來的這個我們的目標 就是比如說你原來是做calibration 或是做regression 原來這個目標呢其實會希望它 這個objective裡面這個term會有 那麼另外還多加一個layerwise的output missmatch arrow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原來的兩個模型的 每一層的output呢 你現在merge完的model 盡量跟它能夠一樣這樣子 就是把兩個原來的模型 要被整合的模型當成是teacher的network 那麼merge完的去學習它們 那這樣會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就參考QCNN 那麼它這個是用product connection 來做network壓縮 那有參考它的cause 然後再做implementation 那目前是在CPU上面做 那會用到一些library 這樣子 以及enrolling com路具 那如果看結果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很小的network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先做只是那個lanet 而且兩個lanet都長得一模一樣 雖然我們可以merge長得不一樣的network 但是一開始時間就做lanet lanet其實蠻小的 也不是那麼好壓 但是這個還是 就是說一個是做在影像 做在一個叫Fashion Means的影像 一個是lanet是訓練在聲音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只要說 影像的network跟聲音的network 兩個其實可以merge在一起 然後都選了一些參數以後 那麼最後結果大概是這樣 這是在CPU 這是在intel的一個CPU上面 那麼大概壓縮倍率可以到 如果像Accuracy這個setting是壓縮比較少 比如壓10倍 Speed的就1.3倍這樣 然後如果是坐在上的 原來上的20這個地方 它Accuracy下降-0.06 就是代表它升高0.06 以米只下降0.68就是有下降 就是下降都不多啦 然後另外的setting的話可以壓更多倍 然後下降比較多這樣子 但是整體看起來就是說 是的確他們有這些core redundancy可以利用 可以把它merge在一起 那我們的方法也可以壓縮單一的模型 如果我們用同樣的資源 同樣壓縮成同樣的大小 然後只做訓練sound跟只訓練image 那麼會發現說其實 Accuracy都下降差不多 但是我們這merge的方法都會多一個功能 就是相對於image only來講 我們多了sound的功能 相對於sound來講 我們多了image的功能 那就是merge比較大的 就是ZFnet、BGG、ABG 這兩個都是 一個是做gender 一個是做clothing 那它們的結構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粗略先對一些層 就是怎麼對的 那就是說 就是目前是先 大概早期對早期 中期對中期 晚期對晚 就是要粗略的assign 哪些層對哪些層 然後這樣merge好以後 就是上面這兩個 那merge好以後 那大家就是大概是差不多 也都是表現起來 就是還是都可以達到 compression 跟一些speed up 那speed up 應該跟 implementation 還有關係 就是table look up 這些 memory搬運 應該要再減少 這樣就可以再更快 這樣好 那那那 所以這是大概的結果 好 那 OK 那麼我們也有繼續再去merge 就是說 比如說兩個model merge完以後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merge的model 繼續在incremento 去merge第三個 比如第三個model 這個是聲音的 再把它吸進來 這樣子 然後這是最後大概的 這個結果 也都是下降 也都還好 這樣子 所以它 但我們的野心是 就一直把 Weltrain的model吸進來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這個 城市架構都還在CPU這些 就是說 如果要在GPU上面的話 我們其實要自己去寫 GPU的layer才可以 就是說 如果用TensorFlow這些高階的語言 好 那 都這些Codebook的這些 會更沒有效率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這個大概 如果在不同的CPU的話 大概是 就是換CPU Performance又會變好的 好 如果在ARM的CPU 又會再變好 這應該跟用的Compiler 也都有關係 這樣 好 那如果說是 Calibation確認的時候 其實它下降速度很快 好 跟我們直接用一個Random這樣子 就說 就是你 一開始Merge完了 雖然是有Compiler Error 但它畢竟原來的結構 還有 大致跟原來的Weight 都在附近 所以它其實可以 training的比較快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大概 一些work 那麼我們會 希望 未來呢 希望就是Merge多個Mobile Nets 還有Object Detention 還有 影像to影像的Network 或是像RN等於這些 那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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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